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第一課 對 我們教學影片來的第一部 我們要來介紹說 卡後是什麼 因為其實CHAON呢 它其實英文是唸卡中 所以它有英文 它有英文 所以你說美國人他們會唸卡 對 有些會唸卡中 但其實大部分都會唸卡後 這些都會唸西班牙文 J8H 有些人會唸什麼 像內地會唸香果 像我們台灣都講木香果 對對對 這個意思是英文 最原文的意思是抽屜的意思 卡後研發是從抽屜開始 因為它剛好下面那一片是薄的 框是厚的 其實就跟黃香果概念 其實我們是那個原 因為我們這個前面是薄的 旁邊是厚的 對 所以其實最早最早的木香果 那時候是成為樂器的時候 是沒有響線 所以是沒有這個 嗨嗨嗨嗨嗨的聲音 它是空的 聽起來是這樣 反過來 響線是為了小鼓能夠更明顯 就是它其實是有點像揣摩 爵士鼓的小鼓 爵士鼓小鼓是 有小鼓響線嗎 我現在才知道 不然小鼓怎麼會有 我不知道啊 真的假的 所以我就對響線很好奇 好像我們的卡後是 小鼓響線 大小鼓就會比較乾淨 但是有些 錄音響鼓它是 吉他響線 蛤 拉兩條吉他弦 兩條吉他弦 所以它 它小鼓會比較好 哦 哦 但是通常 這個小鼓響線 大鼓就會不好聽 卡後通常我們的尺寸會做 高通常會在51公分 其實是為了 讓 大人 腳的長度去做 哦所以這是有 依照人體的工具去設計 對 有依照人體工具去設計 多少高的就要配多少 哦 所以它有固定比例 有固定比例 像我們 就是29公分 嗯 51公分 剛剛的高的 跟矮的 還有這種小的 嗯 它是 最迷你最迷你 可是是不是只有 只有你做 國外可能有 但是這個尺寸是我們自己設定的 我們那時候做是為了 覺得好可愛 那它其實也可以打 因為我們裡面還是有響線 蛤 它有響線啊 有響線 欸真的耶 對 它是有放響線 然後當然 我們打這個時候一樣 但是它是夾在腿中間 哦 這也很好 對 而且它其實還可以做 它我們有設計它是可以耐重 90公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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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就是你上去 會破 哦 不會破是嗎 我上去不會破 哦 原來 我上去不會啦 好不好 像我們這個洞啊 開在下面 低音就比較厚 然後洞有開在別的地方 對 我們洞會 就可能上一點還是下一點 對 上一點下一點 有些人開旁邊啊 有些人開在旁邊 有 哦 是喔 開完沒的話就會動沒沒那麼好 但是 聲音會比較均勻 但有些人動開在整個鼓的正下道 哦 是喔 那低音就啪 很大聲 但是小鼓就沒什麼 那我可以做兩顆嗎 一個是大鼓 一個小鼓 可以 可以喔 可以這樣嗎 像裝設就是這樣 卡紅裝設 大鼓就是 純木香鼓的大鼓 哦 小鼓就是木香鼓 所以木香鼓也有裝設 有剛才 對 但是我覺得有點 有點多餘了 因為你要裝設你就打爵士鼓 也是啊 因為他就是講求方便性 然後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大鼓小鼓分很乾淨 嗯 所以 我的卡紅都是做 全部都是小鼓神線 然後還有做可飄式 然後中間還有專利式的戲腳套 隔絕大鼓跟小鼓中間的空洞的聲音 而且還有很多老師其實 它是不喜歡有任何的螺絲的 這是整個卻是木頭 那沒有釘子它怎麼放 黏的 鴨盒 哦 好 你剛剛問說 欸 木香鼓要怎麼保養 其實這很簡單 不要放在潮濕處 不要放在 曬太陽的地方 就是這樣 就跟一般運氣保養一樣 像我們的店裡 20台的時候開出時期 哦 哪怪 他還想說要不要放 放我們管掉 沒有管 好 那大家 你們想學什麼 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就祝大家天天快樂